台湘的民众 改冠社会教材13号 希望在5号 科技台下基盤一场政策 普通会有幸福民众要把握机会 是否继续关心的是 总统带选的委员 这是演出2020年 三支小猪庭 剩英文参总统的地点 像包括管理中华官和两位立委参选林 丹民众和蔡依宇教会记者会 有请民众到总部 区岳兵林小猪 会有再次运用人民的立両对抗到国民众帮担担的党散 帮助民进党在2021年 总统和立委的参计 林小猪来团圆 林小猪来团圆 林小猪吃月饼 会向民众小额募款 希望充现到2020年 三支小猪的人民立両 跟上中秋在中美来到 这种三团记者会的话词 吃月份 林小猪会考核 因为月份当中有唱理条 下着点亮台湾 国会拼过半的诉求 中秋月饼的由来 就是当年朱元璋要革命 要抗议 所以他们不能把这个讯息散播出去 所以利用中秋节的时候在里面尝字条 所以我们今天林小猪吃月饼 里面如果有字条的话 就是说我们这一次要支持蔡英文 那我们国会来拼过半 木材民进党在各管市推动小猪铺满小额募款行动 当年蔡英文给予关竞争 总部主委的管党中华官 特别吹当年这间隔壁业业 制作猪造型的月饼 由请民众给总部吃月饼 林小猪 再一次的小猪 再一次革命 再一张一位让小猪回梁家 让小猪回梁家 让小猪回梁家 小英文送他签名的小猪的符号的一个纪念品送给大家 我们用人民的力量 来把这一个特权的政府把它退换掉 在那位参孙林蔡英宇表现 国民党的当事 每一年会鼓励了高达29亿 是台湾政党政党无公平的所在 在那边文学共条 外团国民党没有当年在那位参孙林 被为少女的经费来竞争 但民进党好孙林必须靠不款来积少成多 国民党这次 为了要安排南部地区的好孙林 所以每一个选择的保障费用 大概都八位是起跳 甚至有多多 所以我们就知道国民党 很多钱也有很多 民党就是要磕小额的募款 尤其2012年的三只小时的故事 把整个我们基层的力量 积极起来激发起来 所以这次2016年 我们也希望用人民的力量 做会叛应这次 非常有意义的民主的胜前 让创业文的动算 中华官表示 民众教参议于为在破族台东路的总部 但民文为在民党台山的总部 都可以拿到绿色小株 中华官也表示 古早没有通讯软体 所以要团理条 但现在科技发达 大家都用通讯软体来认识 同样可以一呼百应 三心空谣红破族期 彩虹伯德 三心空谣红破族期